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等分跟等區正常我們都是放點啦 點就是用點形式去控制 但是有時候我不想要放點 我想放其他的地方 其他的東西 像我這個是放樹 當然你不一定要放樹啦 你今天要放車子啦 放什麼 各式各樣的形狀的 這個東西我們叫做圖塊 圖塊之後會焦 就是說 其實它還是CAD畫的 CAD畫完之後把它變成只有一個東西這樣子 一次被選起來 那它只有一個基準點而已 沒有其他點了 除非你把它給分解掉 就是炸掉 那這個以後我們會提 但是 它不叫群組 它不叫群組 它叫圖塊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怎麼用它 假設我要十等分插入這個 這個樹到這條線上 那我就執行DIV 然後選東西嘛 選完了 要你輸入等分數 或圖塊 那這時候就打B 然後請問你圖塊名字是什麼 這個圖塊因為如果之前是你做 你自然會知道這什麼名字 那現在這個檔案裡面有一個圖塊 叫Tree 你就先打Tree T R E E 確定 然後呢 問你要不要對齊五檢 我們先要 先yes Y 然後這時候才會問你 請問幾份 好 十份 它就幫你把十份插上去 那十份插上去我選Y的意思是說 每顆樹都還要對齊這條線 所以這個數是不是就動到CY了 那當然你也可以 Divide 選它 然後跟它講B圖塊 圖塊名字是Tree 然後不要對齊物件 就是N 不要對齊物件 No嘛 十份 它就幫你十份直挺挺的插上去 好 那每一份的距離就會是10 那每一份的算法 都是從這個點算到這個點 那 這個圖塊的基準點是你自己可以設的 所以你不用擔心 當我們到時候講圖塊會講 所以它算法是這樣算的 那這個就是等句 那同樣的事情也是一樣 在等分 接下來我們講等句 等句也是一模一樣 M1 如果我先選東西 然後呢我跟它講B圖塊 Tree Tree 然後 我跟它講先不要對齊 然後 我故意打點不一樣的 假設我打15 應該就很明顯看到余句了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我10 10的話這個比較看不清楚 我故意打15 來 15 15 15 這樣子 但是之前有同學問你一件事情 他說老師可是我希望低一點也要有一個 怎麼辦 如果我真的希望低一點也要有一個怎麼辦 不要問我這麼奇怪的問題 阿你就自己複製一個區就好 就這樣就好了 反正這個指定值快速幫你把第二個以上的放上去 第一個你就自己複製一個就好了 因為它也是用複製的 它其實也是複製幫你貼上 只是它是幫你計算之後貼上 好 那同理 M1 然後選測量物件 然後打B 圖塊 TRE3 然後呢 要對齊物件 我一樣給距離是10 如果你有點對齊物件 就東倒西外點過去 那不見得對齊是不好的 只是我現在這個範例很少數會是這樣 但是有時候有些東西你會希望它跟著長的 如果它不是樹 它是 磚頭 可以嗎 你今天要做拱橋或做什麼其他形狀橋 那你是不是就要排那個形狀 那你就會希望它跟著線轉 所以不一定 不一定 來 試一下等分跟等據的圖塊 好圖塊 試一下